《今生有你》首播收视破1%,收视曲线后进步友好,钟翰良原因评价两极。 由钟翰良和李小冉两人出演的中年爱情电视剧《今生有你》终于在一片期待声中播出了。 该剧讲述的是聂宇胜和谭靖分手多年再度重逢,又因为女方的儿子做手术,正好遇到男方是医生,随后上演的一系列故事。 从首播的情况来看,这部电视剧的数据还算不错。最高的收视达到1.4%,平均收视也有1.1%。 虽然《今生有你》在黄金档的数据还不及傍晚播出的电视剧,但是也算是破1,开了个好头。 不过看到《今生有你的收视曲线》,恐怕很多人都会捏一把汗。 因为第一集创造收视新高之后,第二集却不再强势,并且收视一直无法超过第一集。 从侧面来看,说明剧情并没有吸引到观众继续关注,后劲堪忧。 看过小说的网友应该都熟悉,这部电视剧最开始就上演《虐恋》,男方因为女方结婚心中不悦,大家都在期待着后面钟翰良饰演的角色追击火葬场的桥段。 另外钟翰良和李小冉两位老戏骨在剧中的表现也可圈可点,完全不用担心他们的演技。 只不过钟翰良因为用了原声,港浦的台词让评论两集化严重。 有网友表示钟翰良的港浦非常有氛围,很喜欢听他的原因。 但是也有网友表示无法接受,希望现在配音还来得及,非常出戏等等。 从首播两集的内容来看,今生有你的剧情还算吸引人,就看后面的剪辑以及剧情节奏,能不能抓住观众的心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